重爆消息 这个特斯拉暴跌的原因好像找到了 比尔盖茨向攻击马斯克的黑钱基金 投入了数亿的美元 比尔盖茨做空特斯拉 这个已经不是任何秘密了 世人皆知 今天老马转发了一个GPR007的推特 标题为 独家比尔盖茨向攻击马斯克的黑基金会 捐入了数亿美金 配字呢老马是配了一个叹气 Sign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篇独家报道说的是什么 这个报道的名字来源叫这个Britbart 与给他们的独家分享的研究表明 比尔盖茨基金会曾向26个组织中的 11个组织捐款数亿美元 这些组织呢 曾在上个月签署了一份公开信 如果马斯克恢复了平台上的言论自由 那么就会敦促推特的广告商集体抵制该公司 这笔交易呢 从公开文件以及追踪的信函签署人 反向追踪到了比尔盖茨和美琳达的盖茨基金会 这26个反对马斯克的组织当中呢 有11个收到了盖茨的支持 这里面有个清单啊 这个叫New Venture Fund新风险基金 资助了四个签署方 什么媒体正义中心 媒体民主基金 全国西班牙裔媒体联盟 还有一个叫Accountable Tech 不知道怎么翻译啊 但这个还是很重要 接下来会讲 这个新风险基金 曾在2020年获夺过一次 盖茨基金会的一大笔捐助 是近五年来最大的一笔 还有一个呢 就是Tite Foundation潮汐基金会 它也是收到了盖茨基金会捐助的一个基金 资助了以下五个签署方 什么新闻自由 不可分割 媒体事务 黑命贵 全球网络等等 看这些名字起的啊 就不太舒服 还有几个呢 咱们就不读名字了 这些被资助的团体 签署了这封公开的抵制信 原因啊 估计是因为上个月 马斯克不是晒了他跟盖茨的聊天截图吗 拒绝了比尔盖茨要跟他聊慈善的事情 并且暴露了比尔盖茨 这个做空特斯拉的5亿美金的空头头寸 马斯克当时也发了一些这个表情包啊 什么bonus killer之类的图片来嘲讽 估计这个老比尔不太高兴了 马斯克希望收购推特之后呢 计划干几件事情 我们这件事情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第一个就是要公开算法 不再暗箱操作 什么推特这么popular 什么推特不被人理睬 有一个公开的算法 可以让大家都知道公开透明 再一个呢 就是取消审查 就是即便审查呢 也会让大众知道 哪个推特是接受过了人工的审查 哪个没有 并且啊 想取消封号 就是说这个人既是说的再不对 也没有必要封他的号 顶多把它禁言 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人们 可以有一个自由平等交流的 这么一个平台 这么一个论坛 然而呢 比尔盖茨本身呢 就是一个支持审查制度的人 他经常还呼吁科技公司 多采取一些这个措施 来阻止不良信息 在他们的网上传播 就是他们的理念本身就不太相同 一个呢 就是控制 一个呢 就是放肆 这个报道 指向了马斯克 之前发的一个推特 我也特意跑去搜啊 搜到了 马斯克在5月16号 回复的这个叫 Alena Goodman 他说这些非政府组织 签署的恐吓信 威胁马斯克 如果撤销审查制度 将摧毁推特的广告收入 老马回复道 I wonder who found them 我好奇到底是谁 资助的这些人 我心想 老马估计心里早就有书 装糊涂 上面提到这个 Accountable Tag 就是其中的一个 特殊的神秘组织 也是备受老马的关注 这个Accountable Tag 办公的注册地呢 在华盛顿 但是这个组织呢 实际上好像是不存在的 相反呢 它只是这个 Northfond北方基金 一个变形的非盈利组织 利用华盛顿特区的 空壳办公室 推动一些左翼事业的公司 更详细的调查表明呢 这个北方基金 从新风险基金上面提到的 得到了1100万美元的捐助 还有一个1630基金 也是得到了 一大米美元的资助 这两个组织呢 在华盛顿共享的一个地址 然而呢 这个新风险基金上面提到了 是从盖茨梅琳达的基金会那里拿到的钱 证据表示 从2008年起 有102笔的捐款 来自这个盖茨基金会 总金额达到4.57亿美元 更可怕的是 这个New Venture Fund新风险基金啊 还养了这个1630基金 这个1630基金呢 被称为美国最大的亲民主党黑钱集团之一 1630基金从北方基金那里获得了1930万美元 而且也支持了上面这些不法的勾当 反正呢 我是看到有些乱 但是不管你再怎么着 最后呢 顺藤摸瓜 最终还是摸到了这个老比尔身上 这篇报道最后还总结啊 说2020年新风险基金 获得的最大的一笔捐款 其实就是对这个比尔盖茨 对这个老白竞选中总统成功的转嫁回报 虽然比尔盖茨嘴上呢 口口声声的说着要做慈善 怎么结束艾滋病 结束世界饥饿人口疾病等等 但是从这个捐赠数字上来看啊 盖茨基金会的首要任务 似乎是帮助民主党选票 还有这个就是干马斯克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报道的信息是否属实呢 但是听着啊 感觉还是有点可信度 但是如果是真的的话 我真的觉得好黑暗啊 瑟瑟发抖啊 于是呢 出于习惯 我点开了评论区 看看大家都说的是什么 有人说啊 说和比尔盖茨比起来 这个阿道夫希特勒 看起来就像甘地一样为他 多损呢 还有人回答说 别忘了巴菲特也是 比尔盖茨基金的大客户 过去15年累计捐赠了330亿美元 并且还说死后99%的股份 都会捐到盖茨基金会里面 下次再买这个伯克希尔哈萨维股票的时候 请三思知道你的钱都去了哪 还有评论说啊 这个Windows系统也不是他发明的 是他偷盗来的等等 这咱不知道啊 有明白的朋友可以在评论区帮我科普一下 最后还有人说他买了这么多农场 停止工地 试图控制粮食和肉类产品 推广他的假肉什么等等 这些呢 我之前看过的一些论述 不是咱们频道的重点 大家有研究的也可以在这个评论区探讨 然后也欢迎在其他的这个渠道 自行的搜索和了解这些话题 盖茨这个人的人品呢 咱们就不用太多评价了吧 反正你支持你的政治立场 你捐钱 也无可厚非 你像马斯克这样大胆的站出来说 我支持谁谁谁 咱们都没有什么考这个说三道四的 但是你绕着这么多圈 从这个基金会转到这个基金会 转到这个基金会 然后呢又在背后支持抵制恐吓 搞事情阻拦游说 还有支持黑命贵等等这些的做法 其实就不太好看对吧 好说不好看 你说吧 你一个满嘴人意道德的慈善基金 然后背后捐了这些钱 去这么多地方干了这些事情 导这么的乱 怎么看就是都不好看对吧 这些呢还是能追踪到的捐款 还有资金流向 那些追踪不到的呢 有的时候我真的分不清 他做空特斯拉是目的还是手段 就是他的目的是让特斯拉跌来赚钱 然后通过以上的这些手段达成他的目的 还是说他的目的就是要跟马斯克对着干 或者是这个政治方面的 不管干什么都不让老马舒坦 甚至有这个想法有朝一日让老马消失等等 然后做空特斯拉只是其中的一个手段 让老马没有钱去完成推特 哎呀甚至其他更夸张的原因 我都不敢这个往黑的地方想 我现在终于明白老马为什么说 这个想赶紧让这个SpaceX去火星啊 这一天天的太黑暗了啊 我印象里还有一条老马发的推特 但是我搜不到了 我忘了具体是怎么说的 大概意思就是说 如果再这样攻击下去 很有可能我们去连去火星啊 移民外太空 这个人类未来的进程都会被这个阻止和腰斩 当时我还不懂为什么这么说 现在我还真有点担心这个事情搞不好啊 还是真叫老马说动了 上周呢刚刚这个控告老马性骚扰 现在你看又没吓人了 突然就没有什么新闻在谈了 不就很蹊跷吗 他随手就可以抹黑你 也不需要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假的 到时候呢事情只要发生了 一带而过 说哎呀说的是假的 狡猾 你一点招也没有 就是造谣一张嘴 辟谣跑断腿 老比尔啊这个这么多明着暗着的基金 真不知道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 这种各种层面的政治攻击 继续呢 也一个为老马祈祷 愿他可以趋吉避凶 为人类的未来继续做对的事情 这期视频呢就到这里了 你们对这些事情怎么看 老比尔到底想干什么 看完再赞要缠完惯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